因為最近中國對台灣這種文攻武嚇動作非常大 我們買了這麼多的武器 我們也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部署 可是剛剛透過了 這是來自於美國 這是一個退役的一個上將所提到 明年一月出兵攻打台灣 這個訊息你怎麼看 因為在最近這段時間我等一下會秀出 在北京大學有一個智庫 這個智庫非常奇怪 他呢 三不五時公布的不是共軍的消息 三不五時公布的幾乎 90%以上都是美軍的消息 而這個時候 看到好像呢 裡裡外外有一股勢力在 針對台海的情勢 一直在燒 真的三天內完成武統嗎 來這個消息來蘇博士怎麼看 我可以直接 雖然我們講 太樂觀 機率太小 我想 如果各位 才進行為199頓8月 這段話 金氏勒數 將近四分之一個四季前 那時候講的 佩佩洋洋 就是說好像 瞬間中共還用閃電戰 就拿下台灣一樣 但是我想就是美國這個 海軍的這個智庫 以及這兩位退役的 就是一位中情局的副局長 代副局長還有一位是聯償會的副主席 他們提出這樣的一個說法 是一個兵推啦 甚至還說什麼 1月19號對台灣發動攻擊 我想兵凶戰危 沒有人喜歡戰爭 他的用意就是說 在各種想定裡面 一種極端的狀況 就是在美國 總統交接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短暫的空檔 可是如果說各位對於美國的 政情有所了解的話 其實美國對於這種 這個拋絕細菌 也就是在權力交接的時候 可能出現了安全的空檔 是早有預備的 也就是在前線 第一線的 印太司令部 還有第七艦隊 太平洋艦隊 都會對於說可能出現的狀況 會有些預案 隨時應對危機的出現 再來再來很重要 就是國軍真的不是說 塑膠做的 在現代的兩棲作戰 甚至三棲作戰的情況下 對手可能要集結很龐大的兵力 而且在戰時 就是 1月的時候 是所謂的東北季風很強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適合用兵的 所以我想這個機會很小 那當然我們在 料敵重開來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會保持警覺性 所以各位觀眾在目前有很多各種怪怪的說法的情況下 我想大家心裡要 在聊天 煮頭聊天不怕去 為做紅胎 所以加強我們的軍力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說 目前很多說法我覺得都蠻 很誇張的啦直接講 就是包括說會 拿下東沙 等等 這些在 中國會在南海軍演 然後攻擊台灣的外島等等 我們去做一個回溯 就是最早出現這樣論述 是某個外媒在 5月 的時候說的中共可能會藉由軍演拿下台灣的東沙 接著 接著我們說再去回溯 其實是在今年 2020年3月左右 美國一個字幕所說的兵推 那再接著就是中共國防大學的一位理性的學者出來說 這可能是真的 這整 一個系統的一個套路 也就是說在操作一個大外宣 然後這大外宣出口轉內銷 中國目前內部有所謂的疫情 災情 還有戰情 還有現在政情也就是北戴河會議的情況不明確的情況下 他們有一個出口轉內銷的一個 宣傳的題材 所以有單軟三印 也就是說對美國軟 對西方軟 還有對於所謂的 就是行動上要軟 也就是中共強調說他們的解放軍絕對不會開第一槍 那三印就是對香港印對他們國內印還有宣傳要過硬 在這種情況下 這是一個大宣傳的一個 的樣態 我們在解讀這些訊息的時候 我覺得是我們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警覺性 那蘇貝士我想請教蘇貝士 中國 他現在的軍力狀況有沒有能力 攻打台灣 台灣所面臨的風險會是什麼 陳時講目前中國要攻打台灣的 可以說成功的攻算非常之低啦 歷史上的兩棲登陸就是以洛曼蒂為代表的話 就要 準備大概四到五千艘的船 然後 要準備絕對的空優等等 但是現在的科技 讓台灣變成是一個 我覺得比拜克拉社講的更重要 是台灣不只是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而是一個不成的 神盾艦 也就是不對稱作戰的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藉由以路至空 以路至海 也就是以飛彈為主的防衛體系 搭配我們的正規兵力 做一個很好的防禦 所以我想如果說 中共他想要在短時間之內 就是拿下台灣 我覺得是 太過樂觀 那同時就是 其實軍方對於這些 可能的戰略突襲也都找有準備 因為這在戰時上 就像如同我們剛才所說的 包括中東戰爭 還有 就是 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的破灣戰爭 都是說 在藉由一個常態性的演習的時候 突然轉為戰略突襲 那在 放下我想很清楚的 就是 在我們有所準備的時候 才可以把戰爭風險降到最低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台灣 就是向來的 武裝的 智慧的準備 就是說 要自己打 也就是 靠自己為主 那當然有 盟國可以來 協防台灣是最好的 可是我們所有的設定 都是想說是獨立作戰的 還有很重要 就是台灣是一個大型的島嶼 所以在 傳統上要對這樣大型的島嶼進行入侵 而且要獲得成功 我想 機率是很低的 所以大家最重要是千萬不要掉進中共的那種宣傳 宣傳站的一個科舊裡面去 本來無疑是 然後變成說 幫中共再做一個宣傳 你剛剛特別提到 這個戰略的突襲 可能是台灣要面臨的 一個極大的風險 如果他1月19號 1月21號 以三天的時間 說在美國總統交接的時候 是他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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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攻打台灣 12月份的演習當中 這種戰略的突襲 台灣會面臨什麼 這都是外界自己的想像 就是所謂的想定 中共目前並沒有說 他何時要採取什麼行動 我們剛才會戰略突襲 是說以中國目前的軍力來看 這是他唯一一個比較有成功的機會 這是在催不齊防的情況下 發動出襲 我們說的是說我們要保持警覺性 雖然說目前看起來 中共動武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這是我們要保持警覺 你有警覺的話 才可以說 讓這種戰爭的可能性變到最低 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美國那兩位 是說退役的人士所說的那些 分析我覺得參考就好了 就是說 所謂的兵推Walk game 他所強調是一個Post case 就是最壞的情況下 可能的一個手段 並不代表真實的情況 美國的就是軍事的傳統 他們有所謂的彩虹計畫 他們的彩虹計畫 是把各種可能的想定都放進去 這是一個武裝部隊 或者是說他在做國防政策中 一個慣例上會去處理的 甚至在彩虹計畫裡面 他有一些比較極端的狀況 就是跟俄國在發生大戰 那美國如何應對兩個彈場 放都會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想定的部分 我們要警覺 但是不用把它過度的放大 班牧 好不好 我記得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